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解放军代表团歌舞晚会 祝梦边关 荣获剧目金奖 今天节目 我们聚焦金奖剧目 祝梦边关 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一同赏悉一台精彩的晚会 这就是在刚刚落幕的 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 荣获金奖剧目的主题歌舞晚会 祝梦边关 这次解放军代表团 在全国少数民族会演 获得了金奖 我非常高兴 这是我们新疆 西藏内蒙军区 三个军区文工团 所有战士们 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祝愿他们 今后能够为 我们边疆的战士 边疆的人民 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优秀作品 这次金奖的获得 是我们三个边疆军区文工团 共同努力付出的结果 也是文艺战士们的 至高荣誉 我衷心地祝福他们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加油 争取创作出更多的文艺高峰 观众朋友们 现在看到的 就是晚会的开场曲目 我从冰关来 草原的风是我的呼迈 大漠湖阳是我的风采 草原的风是我的呼迈 大漠湖阳是我的风采 雪域雄鹰是我的胸怀 我们从冰关一路走来 伴随铿锵有力的歌词 舞台上涌现出 一族族冰关卫士 他们在蒙古族长调 维吾尔族陈宋 藏族山歌的映尘下 树边官兵 从草原 戈壁 雪山走来 踏着铿锵的鼓点 唱响豪迈的战歌 大声告诉人们 我从冰关来 应该说大幕拉开之后 我们听到是长调 展现的是边关的特色 随后是我们部队 或者我们的战士 进入舞台的表演区内 现在有种巨大的成就 在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盛大舞台上 解放军代表团就是以这样充满自豪的 边疆气质强烈的 并为十足的开场歌舞 带给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 中国边防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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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防有我在 现在您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节目 呼迈阿尔山的阿尔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一名十八岁刚入伍的蒙古族战士 站在阿尔山的少尉上 以深沉粗犷的呼迈和乌里格尔说唱 抒发了边防军人的乌上荣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花的年里走进军营 草原的雏鹰飞上天空 投身改革强军新时代 追寻能打胜仗强军 古老的虎脉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演绎出来的是 军人的好脉 舞台上的表演者 他在内蒙古草原上被称为呼脉王子 在后台被小伙伴们称之为扎哥 我们发现这位蒙古族扎哥 同时也是词曲作者 写呼脉的音乐很少 因为他投取家 他不知道呼脉的原理 所以我一方面是喜欢 而是我想用我的就呼脉 想融入到军与体谈 一方面就好 不认为我的中国停的梦 女生表演唱 冰山上开来了巡逻车 是由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带来的 巡逻车微笑翻了一身笔在装 长长天线是不是还在练着我 只为台上有没有对见这位心 空外见空是不是比我年纪更强 这个节目给我们展现的是 西式巡逻车行进在冰山脚下高原的边防线上 威武潇洒 风驰电车 引来姑娘们足足关注的目光 巧声的议论和姑娘们热烈的畅响 作品以独特的视角 展现了边防部队的新变化 赞颂了戍边官兵的时代风采 冰山上开来巡逻车 是一首充满了浓郁的新疆音乐特点的音乐作品 接近使用了塔吉克人族风格的音乐元素 他通过一群塔吉克姑娘在帕满高原上宰歌宰我 通过他们的视角反映出我们边防军人 为国术边永无奉献的精神 你是什么兵 都是什么兵 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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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头人体干活 成功是上 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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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生 你爱你 让我为你的仓 不过岸点是刻划在你们的心中 您现在看到的是男生小合唱《雪域战神》 这是由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带来的原创节目 由一种潜入派世的沉默站在国际线上 我就是中国 冰雪雕塑剑一评歌 被你害怕都是我的笔恶 我最喜欢马牙产杖狱 告诉你这是我的领土 我的城堂 不可侵犯你若犯我 就用你的心虚救命令中心的折磨 不可侵犯你若犯我 就用你的鲜血浇灭你娇气的战火 我雪域战神 趋尘将长 我们是不可战神的力量 不可战神的力量 这个节目充满了青春的律动和战斗的气息 展现了雪域将士誓死手臂江土的血性担当 曲风很新鲜 这首歌融进了年轻人喜爱的摇滚风格 真的很好听 它是带有摇滚风格的一首军与歌曲 充满了血性 充满了战斗气息 雪域战神 莫离不光 注重在尝过尝军的路上 尝过尝军的路上 有雪通通 虚无可挡 手臂兴致在滴滚 烈烈飞扬 雪域战神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 男子六人舞 一米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舞台上的六个小伙子 分明是在晾晒刚洗的衣服嘛 对 没错 边防哨所不都是顶着热日 迎着风雪 还有这群可爱的战友 他们的哨所 在树高林密的原始森林里 每天就有一会儿 能透进来一束阳光 他们追着阳光晒衣服 体现了战士们以苦为荣 现身边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米阳光的舞蹈很有意思 它除了晒军衣 它还要晒一封家书 晒衣服大家是都能想到的 这个想不到就是那个衣服之中 它那个兜里啊 它有一封家书 这个舞蹈的真正亮点 和它那种意外 意外之笔啊 实际上就在这封家书里 这个作品是第十届全军文艺会演获奖作品 它是以内蒙古呼伦贝尔森林驻访部队官兵 真实的绍索生活为素材创作的 一米阳光获得了不少掌声和好评 这告诉我们部队的日常生活 在外人眼镜里常常是枯燥的 但是当部队艺术创作者们真正深入其中 则会发现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 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生活真正是艺术工作者的好老师 现在您看到的节目是 男车二重唱《哨所高原红》 是我永不降落的梦 我把绿色的种子洒满雪上 脸上盛开独卷的火红 处立在哨所的生活 是我永不褪色的爱 虽没有人们追逐的那些拥有 却有一片最美的高原红 这也是一首在第十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的获奖作品 歌曲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流行时尚的音乐元素 赞美了那里哨所的士兵 历经风雨 清瘦日晒后如歌词所说 脸上盛开杜鹃的火红 这应该是雪域高原最美的光荣化 这首歌曲的音乐也很有特点 首先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从那种抒情慢慢进入 到副歌以后 节奏突然变快 实际上是一种情绪的 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上所高原后有最真实的感动 深深吟刻在岁月中 岁月中 我把剑筹划作永远的车铺 用我的身躯 沉寂了走过原天 我把剑筹划作永远的车铺 用我的身躯 沉寂了走过原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具有浓语蒙古族特色的 女高音唱调 草原梦想 草原梦想这首歌 是第十届全军文艺会演获奖作品 歌曲通过蒙古族特有的长调 引导出宁静幽远 参茫辽阔的草原意境 表达了牧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草原梦想 它用长调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适 找到这种好的音乐 和它想表达思想内容的一个结合点 在它歌曲主歌进入之后 长调就开始进入了 它所有梦想中 能够出现的一些图画 画面和它的一种心理活动 都能通过这种长调和歌曲的有机结合 把它表现出来了 这歌曲表现了 苍茫那种大草原 辽阔的蓝天白云 和草原人民的幸福感 当长调一响起以后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观众 都能感受到蒙古族人民 那种对生命的渴望 对苍茫大地的膜拜 和对未来美好的愿望 长调它的特点 是自少腔肠 高亢幽远 舒缓自由 那么我们来听听阿那日 在这首歌里加入的这段 幽远的长调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现在看到的是男生表演唱 塔玛沙 这首歌的名字叫塔玛沙 其实这是哈萨克族语 就是快乐的意思 从歌名我们就感受到 这首歌曲节奏欢快热烈 旋律琅琅上头 展现了新疆客族人民 在党的关怀 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享富足安康生活的喜悦心情 塔玛沙这首歌曲呢 是哈萨克风格的歌曲 每年节假日 和最大的喜庆的日子里 哈萨克呢 他们可以拿起东风 然后再歌载舞欢迎在一起 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主要是表现情绪的一种戏 全国志愿南边疆 说我累累展开发 军军团结不信天 一代一路会在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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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不叫我小哈哈 赶赶到有好真色 怎不叫我他妈杀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女生独唱 天上的纳幕错 一代一代传统 你光一外不光 多过京城 借一片蓝天 把你描入 多少深情未成了 天上的纳木措 神奇的纳木措 吉祥的纳木措 纳木措语的意思是天湖 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 那可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 美不胜手 歌曲通过对纳木措的歌颂 表达了藏族人民内心的纯净与安宁 有藏族著名歌唱家 八方演唱 我从江湘来的时候 我自己特别的自信 好像自己特别有把握的感觉 但是到了北京以后 到了这个咱们中国剧院 咱们三个边疆人一团的一合成 我觉得我又感觉到了 自己很多地方 有差距有不足的地方 我真的非常的热爱这个舞台 这个舞台呢 就是给了我们很多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 最后呢我们收获了很多 所以我这次回去以后 肯定我的收获会有很多的 热烈注赫第五回忍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员 解放军代表团歌舞晚会 祝梦边关 荣获剧目金奖 今天节目我们聚焦金奖剧目 祝梦边关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三段 分别来自新疆 内蒙古西藏的女子舞蹈节目 首先给大家展示的是 新疆女子集体舞 长长的辫子 这是全军舞蹈比赛的获奖作品 作品以维吾尔族少女长辫子为创作焦点 在丰富的队形变化里 通过富有维吾尔族舞蹈韵味的动作 把甩辫子 摆辫子 斗辫子的生活形态造型化 仿佛展现出一幅沙漠绿洲的美景 维吾尔族女子集体舞 长长的辫子 取材于咱们新疆少数民族 维吾尔姑娘 她每增加一岁就输一根长辫子 这么一种风俗特点 长长的辫子通过优美的舞姿 歌 声段 甚至浓郁的彩服 斑斓的花帽 使得这个舞蹈在这台碗河里头 各位出去 在观看这个舞蹈节目时 观众席里的高潮 出现在女孩子们将自己的辫子 当作了东布拉 而喜不自禁地弹奏起来 让观者为之会心一笑 这一充满夸张色彩的编排处理 出人意料 却在情理之中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蒙古族舞蹈 蒙古优雅 这个舞蹈作品 运用蒙古族仪式舞蹈元素 进行创作 传达出蒙古民族 崇尚大镜则是大雅 无谱极为浓烈的审美观 表现出蒙古民族 富足而不躁动的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蒙古优雅 正如其名字里的优雅二字所指向的 是那一种令人陶醉的优雅之态 优雅之气 优雅之志 蒙古族的优雅审美追求 成就了舞台上的蒙古优雅 我觉得优雅是一种气质 那么这种对落到蒙古女性身上 那就真的是一种那种端庄 那种富足感 那种我觉得平静状态 我觉得这是她 由于内心外化出来的一种状态 那这种状态 她一定是有原因的 就说我作品的主题 那就是富足不躁动 富足一定是来于物质和精神 到满足之后 外化出来的形态 这是我所要表达的一种优雅 我是喜欢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你们总说 编导总说 应该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演员 就所谓一个演员的二度创作 似乎我在这个舞蹈里面 领会到的真正的是一种 真正的是一种 就是幸福感 真正的是一种富足 还有那种高贵 那种典雅感 这个节目的编导何燕敏 为这次创作 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查阅了大量蒙古族的 仪式舞蹈资料 更对蒙古民服的女性 做了深入剖析 蒙古族艺术舞蹈中的仪式感 让这个作品 充盈着一种 天高地阔般的从容 一种大地母亲般的包容 一种归于平静而淡雅的 幸福之感 现在给您带来的是 丧族女子集体舞 戴天头 藏族人只有成年女子 才能配戴彩色帮顶 俗称戴天头 作品表现了成年礼那天 藏族女孩穿上了美丽的盛装 参加隆重的成年礼 用热烈欢快的舞步 表达对未来的憧憬 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 文公团的戴天头 这一曾在中国武协权威品牌 中国舞蹈和花奖比赛中 取得良好佳绩的作品 此次入选 祝梦边关主题晚会 一方面 引起作品结构清晰自然 动作编排有章有法 另一方面 引起选择的主题 凸显了藏族女子成人李中 戴上邦殿之际的文化内涵 这个舞蹈 除了非常华丽 非常美丽的服装 和布景以外 还有非常浓郁西藏风格的音乐 西藏军区把这个舞蹈 带到北京演出 让北京的观众 更多的了解了 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 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文化 戴上了彩色邦点 也就意味着藏族女子的成熟 她要担当人生的责任 结婚生子 传播慕爱 戴天头 把神圣的仪式 和热烈欢快的情绪 融合为一体 情喜怯隆重 别有一番味道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霜白 看过这个节目后 欣然转门说 指的特别指出的是 这个作品在荷花奖获奖基础上 又做了深度加工 这种对艺术精品的追求态度 在浮躁风气盛行的当下 非常值得点赞 我们从中看到了军队文艺工作者 和晚会主创团队 永盘艺术高峰的不屑精神 我们这次到达的节目 是我们团近五年来 新进创作的节目 我们始终认为 作品没拿到北京来之前 就要坚持打磨 我们一直在改 在完善 8月份到了北京之后 我们的编创人员和演员 的主要经历 依然还是在修改打磨 因为我们觉得 艺术创作是无止尽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部队里 艺术工作者 能推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 编方特色 部队特色的艺术精品 我们三个编达民众团 是带着编冠的情怀 带着驻地少数民族的 军民的雨水深情 来到北京 向全国人民做汇报来 我们就是冰官战士的代言 我们就是把冰官战士官兵的 那种风采精神面貌 以最直接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 传达给这个军民 我们从冰官迎此来 这个气息 不明而来 那一年的三月 下面我们欣赏 第十届全军文艺会演 创作一等奖作品 女生独唱 天接玫瑰 这首歌曲为纪念一位 牺牺牲的战士而作 为了挽救藏族同胞的生命 一名十八岁的战士 扑向了烈火 那一刻 青春化作永恒 这首如速如期的歌曲 仿佛在摇转精通 摇出一段 藏汉一家亲 军民同心的颂歌 歌曲由西藏军区 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团长 许明阳作词 西藏军区 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副团长 藏族女作曲家 央金谱曲 他们联手的这一作品 捧得了全军文艺会演 创作一等奖 现在大家欣赏到的是 男女集体舞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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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主要是来源于 塔吉克民族舞蹈的元素 主要表现的是一位男女恋人之间的情感 同时也表现了 我们为即将要入门的这个满几年 素行式的写乐的场景 这个作品展示了男女青年 欢送即将入伍的一名塔吉克青年的热烈场景 他们用浓郁的当地风俗 为这位青年营造了独特的送别方式 坚定了青年 投身边防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冲刀系列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集体舞 我们都是亲兄弟 这个作品充满了阳刚气 他们用刚净有力 简洁潇洒洒的肢体语言 鲜活演绎了一段边防部队民族连历的故事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踢踏舞 民族民间舞等舞蹈旅会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 藏族 蒙族 还有维吾尔族 还有歹族 在西藏这样一个边防部队里面 因为部队这种大龙奴 然后加上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使命 变得像有亲兄弟一样的情感 有评论认为 我们都是亲兄弟 采取的是更加抽象的艺术方法 用不同民族的舞蹈步伐 如丧族的踢踏舞步 汉族的央歌舞步等等 展示了部队 也是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景象 让人产生错觉 舞台上是一群身着军装的舞者 又是亲如兄弟的多民族的战友 展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触碰着 红红的石榴烟 心中盛开 花儿朵朵烟 走进温暖的农民之家 这个节目是给大家讲故事的 就像一台微型歌舞剧 以新疆输了县八人乡 由卡克奇奇村 与卯炮兵团双拥共建 四十余年的世纪为素材创作 故事说的是 石榴村支部书记 要到北京看望参加阅兵训练的炮兵团官兵 四个村民一大早拦住支书不让他走 要求他带上自家中的大食热 四个个性鲜明的村民 一一唱出自己的理由 由此展现出部队官兵 接力帮扶 精准扶贫 使该村成为平安村 富裕村 文明村的渐渐心事 表现了居民深厚的雨水潜意 如何在一个歌舞表演的节目中 这个生动深刻的反映 新时代双拥工作的这个时代特点 又通过风趣幽默的故事和人物 用这种少数民族的歌舞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这是我们这次十六红了 这个歌舞表演的一个追求 作品在歌在舞风趣幽默 让我们看到了新疆百姓 用独有的幽默风趣赞美和酬谢着部队关闭 借用一位普通观众的一句评语来说 整个表演可爱可亲 可信可喜 推荐他们今年上春晚 姑娘们 其实聪明的呀 是你们 你们呢 给解放军送十六的意思吗 我懂 咱们军民团结 民族团结的情谊 就像那个十六子儿一样 紧紧的 放在一起 一段歌舞剧结束 接下来 著名歌唱家 巴哈尔姑里走上舞台 唱响了一首 《新手相连》 这首歌曲 是上一个节目 十六红了主题的延续与生化 花花春节美与 美丽 首千书 成情话 爱来传递 可明从儿女 永远在一起 深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在新疆极具影响力的歌唱家 巴哈尔姑里的演唱 深情大气 首先赞美了火红的十六 然后此风一转 唯唯唱出 《新手相连》 永不分离 就像十六子儿抱在一起 各族儿女 相伟相依 紧紧相拥 霸爱延续 像十六子儿一样 紧紧抱团 多么形象 多么逼真 多么美好的象征和比喻 这深情倒白 是现实生活里 很多在边疆久居着的 深厚情感 也是历史上 中华大家庭里 多元统一格局下 各族人民凝聚起的历史共识 各族人民凝聚起的历史共识 就像十六子儿一样 永远抱在一起 那种内容很深刻的一种歌曲 我和祖国永远相依 唱出我们爱的旋律 唱出我们爱的旋律 晚会在高潮中 奉献出歌舞 祝梦边关 这是晚会的主题曲 稳た沉献出歌舞 祝梦边关 东枝 Felix regard 巳一席 river 其中竟要到赛 breathe ツ献出歌曼 万里写 书别为国保和平 保和平 歌声雄壮 舞步豪迈 载歌载舞 真诚抒发了部队官兵 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位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携手同心 昂扬奋进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而努力奋斗的豪迈情怀 这个中国编冠 一个是有它历史的幽远 有它军人的奉献 有它这个大和墨 编冠的呈现 这个从我们的音乐形象 从它的词的内涵 到舞台的表现 以及到舞美的手段 都非常非常 书别为我奉和平 奉和平 书别为我奉和平 是 那是 是 今日 五六三 七九九十四 八九十四 又不是 五六三 八九十四 一年 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